各位記者 理事先生 大家好 我們今天跟大家宣佈說 我們有一例新增的 境外移入的個案 境外移入的個案 大家記得大概兩天前 我們俄羅斯返回了一批 96人 那9人有症狀 那在機場採檢 然後剩下87人 我們在集中檢疫所都採檢 那其中有一名主動來跟我們講說 他有秀偉 覺得異狀 那所以那位我們就特別在一採 第一次 我們採一採都是陰性 那也針對他在特別做二採 那二採的結果出來 他是陽性 他是陽性 那 這大家國人也不用擔心 因為他是完全 就在我們這樣進來以後 那完全的在我們的機場 那直接到集中檢疫所 所以沒有跟我們的社區有接觸 那接觸隔離的 仍然是 維持是420人 所以我們現在總共是有 442個個案 那對於在 資費採檢 我們進來對於就是說 資費採檢 我們的對象 再把他放寬 除了上次我們所公佈的之外 那我們增加就是其他因素需檢驗之民眾 只要有需要 就可以自費採檢 那採檢的處所也有本來的18家 增加到37家 那他需要的費用收費金額 就以 醫院公告為準 那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有關於我們這整個的疫情的控制 也蠻良好的 那整體要整個的篩檢的措施等等的 我們今天特別請我們的李教授 來跟大家交換一下心得 那我們是請李教授 蠻大律師 好 大家好 那我們在談篩檢 普篩 已經談了大概兩個月了吧 我已經談了好幾十次說不要 不必要 不需要 台灣不需要 台灣就是不需要普篩 那為什麼呢 就是說所謂的 所謂的普篩就是說 當我們對於一個社區裡面的病毒流行情形 不太瞭解 然後你需要用一個比較廣泛性的一個檢查 不管是核酸檢驗 碳體檢查等等 這些嘗試去找到沒有被辨識出來的感染者 以免這個病毒再擴散出去 這個是一般普篩的用意 但是台灣根本不需要 第一個就是說 台灣根本就是零病毒病例已經是十幾天了 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向台灣做到這樣的地步 我們很有信心說台灣是沒有 那個新冠病毒的存在的 如果台灣會有出現那個感染病例 一定是從境外移入的 所以我們現在的防疫重點 絕對是去 防堵從境外移入的可能的病毒來源 而不是說去找 本對根本不存在的一個 病毒